空荡荡的店面 本来是李小姐和丈夫辛苦经营的小火锅店 有连锁朝想想到台东扩电 业务专员向重这个地段和李小姐谈成租 10月初前好运一切都说好了 却突然变一场空 合约上是写说 10月以后 10月1号要交屋 那如果没有交屋的话 会要罚20倍的房租费 我们哪来的20倍还到 我们当然嘛 赶快立大 我们赶快先赶快整理 因为合约上载明 11月1号前没交屋 要赔租金20倍将近155万 李小姐的火锅店 10月15号后停业开始整理清空 没想到连锁朝商却在19号购置不租了 但15号到19号之间 店面已经近乎清空 火锅店的水电管线全数拆除 营业用桌也以低价卖出 桶编电话号码统统更改 这让李小姐无所适从 要寄回去公司 然后签盖一个印章 然后再来约时间去法律公正 19号的时候打电话来说 他们不承租 原来在签约的时候 连锁朝商的公司张 并没有盖合约不算成立 但就怕罚款 加上屋内东西实在太多 李小姐提前做处理 却是赔惨 超商专员原先说 可以谈赔偿 最后又高置不予理赔 连锁朝商提出声明 当初租约 明文记载 需要双方完成用印 租约才成立生肖 而且租约也有决定 如果房东因故无法如期交屋 交屋日即起 租日可以顺延一个月 认为在立场上 震得住脚 法律上面这称之为 缔约上的过失 而有过失的一方 依照明法245条之一的规定 必须对于无过失的一方 负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现在李小姐决定走法律程序 为自己争取权益 但还是提醒民众要注意 在处理类似合约时 一定要确定合约生效 再去做相关的搬迁或拆除工作 以免后续让自己得不偿失 端新闻510台东采访报道